女星欧阳静与日籍前夫在去年12月离婚后 就带着儿子新蒋 与母亲谭爱珍在台南定居 日前一家三口出门游玩 沿途经过休息站时 谭爱珍带着新蒋去买饮料 期间新蒋很坚持地表示母亲喜欢喝家人的沙士 于是便为她选购了该款饮料 当欧阳静从儿子手中接过饮料的时候 谭爱珍告知她新蒋一直强调妈妈喜欢喝这个 当下欧阳静感到很疑惑 想不起自己什么时候喝过家人沙士 接着她突然想起7月份的时候 在冲绳旅游的她差点中暑 因此就在机场买了一瓶可乐 随后边喝边表示 如果沙士加上一点冲绳血盐 是最好不过的选择了 新蒋听见了这句话 似乎就认为母亲喜欢家人沙士 儿子暖心的举动让她感动不已 立刻将饮料打开喝光 随后也自嘲自己遇不到好男人 那就努力生一个好男人吧